吞噬星空,持续断更,《雾山五行》官方复工,黑眼网络玩的真刺激。 这段时间国曼圈的瓜真是吃也吃不完,这不,新瓜还没有吃完,又来几个大瓜。 是关于吞噬星空,《雾山五行》等国曼作品,这家国曼公司我觉得玩得最大胆刺激,这要是换了别的国曼大公司这样玩,保准官方微博下方全是讨伐和群潮的声音,那么多的不说,下面大家就都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1.吞噬星空,持续断更 首先就是吞噬星空,持续断更了。印象中这不过曼是在第38集播出完毕之后第二周选择断更的,到现在第39集都没有恢复更新。 至于为什么断更,之前很多人都猜测和315曝光的老谭酸菜有关,毕竟315刚曝光老谭酸菜这是,第二天也就是3月16号上午,马上这部作品就官选断更了。 至于具体何时恢复更新,官方说是以他们官方消息为准。 巧的是很多网友发现以前吞噬星空动漫里刚好为康师服牛肉面宣传过,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和老谭酸菜有关,官方这行为叫什么来着? 一位网友调侃地说这叫紧急避险。 但是现在看来,压根和老谭酸菜事件无关,因为官方公开出来声明了,说是他们公司其实在上海,而现在上海疫情很严重,他们已经根据相关部门要求居家隔离和办公了,连带的吞噬星空片源也无法上传。 更悲催的是,这部作品的制作进度也被无限期延迟了,他们原定的计划也被完全打断了。 而截止发稿前看了一下,吞噬星空关博依然没有动静,而他们公司所在的闽航区附近依然在疫情防控范围。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无法回到公司正常工作,更不要说恢复这部作品的更新了,而这部作品到现在也还是维持持续断更状态。 只希望上海疫情能尽早结束或者能尽快缓解,这样包括吞噬星空官方在内的很多人也能正常回到工作岗位上,很多工作也能正常运转了。 2. 雾山五行官方复工 受疫情影响的不只是吞噬星空官方玄机公司,还有很多国曼公司,比如六岛无鱼,他们曾经制作过雾山五行这样的爆款作品,还火出了圈外。 但是如今这家公司也被困了,因为疫情只能被迫离开公司回家隔离。 看官方微博3月19号的时候他们已经因为疫情居家隔离第五天了,还说笔记本还画笨了,重启界面画笔还音混不散。 但是好在如今4月1号他们已经正式复工了,全体员工都已经回来上班,还说干活使我充满力量。 看评论区一片欢呼庆祝的声音,更有人说现在于人节,你们不会逗我们或者故意玩我们吧?不过看样子官方是认真的。 再说雾山五行的官播小哥以前也不疲,看来他们是真的复工了。 至于何时雾山五行第二季到来,还是之前那句统一回复,快了快了,别催了,再做了,希望这部作品第二季能争取年底和大家见面。 三,还是这家公司玩得最刺激? 最后来说一个玩得最刺激的国曼公司,这家公司就是黑眼网络。 我估计这么多年来没有哪家国曼公司玩得比他们更刺激。 居然公开在官方微博告知观众,说是新开奇事第二季定档7月32日,跟着还公开宣称,转发抽三位粉丝送腾讯虐卡一张,还有再抽三位送五虎抱枕。 后面还说了一堆,什么索安之旅开启,看这续如何迎战请敌,还有地球往事尘封,启示录绝米终于揭晓等等。 而就在一些粉丝欢呼第二季终于定档的时候,已经有灵敏的观众反应过来了。 因为7月哪有32号?这确定不是官方在玩我们?于是有人问了,还有人选择性不相信。 但是还有人不死心说会不会弄错了,是8月1日顶当开播,但是很遗憾,这部作品第二季压根就是没影的事,因为这一天乃是愚人节。 这部作品的官方其实就是纯粹在这一天和观众以及粉丝开一个玩笑,不过这个玩笑说实话也太刺激了,而且这恐怕容易昭黑。 游戏的豆魄苍穹三年之约特别偏没定档的时候,官方友情给运文平台的动漫宣传,说是终于定档了,但是等粉丝点开一看,结果一眼看到的却是别的动漫作品定档,而豆魄苍穹官方只是友情宣传一下别的作品而已。 这样一来,豆魄苍穹官方就惨了,两千多条评论都是各种批判和嘲讽官方的。 而新拍骑士如今玩的更大胆更刺激,直接拿定档日期开玩笑,这种也真的可以说是国曼界的错误的示范案例,换别的大的国曼公司官博这么一说,恐怕评论区免不了又要沦陷了。 至于这部作品第二季,暂时别想了,因为第一季刚完结没有多久,最快也是明年下半年。 那么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